第七十四章 令人安心的队友 大木 许其安文言 扭头朝南边山脉望去 黑夜中 群山静静折服 彼此簇拥 轮廓仿佛一朵绽放的莲花 只是看了几眼 完全不懂风水的许其安便收回目光 却发现金莲道长和楚元枕 还有横远 看得极为认真 专注凝望 相比起他们 我的根基还是太浅薄 也怪武服体系太low逼 不懂风水 哎 不对呀 看风水不是术士的专长吗 想到这里 许其安开口问道 你们能看懂那边那片山脉的风水 金莲道长收回目光 不懂 楚元枕和横远跟着摇头 不懂你们还看得那么认真 一个个比我还会装 许其安嘴角一抽 然后听见金莲道长周梅说 虽然不懂风水 但地脉之势略同一二 即使那片山脉是风水宝地 可也未必就有大墓吧 对呀 道长说得有理 风水师只能看风水 难道连底下有墓地都能看到 许其安看向中理 大墓被人掘开了 阴晦之气冲销 中理眼里闪着清光 一边观测地势 一边说道 壮如莲花 煮风朝东 接纳紫气 背面是一条河 想必地底会有暗流 底部的黑水滋养 是三花聚顶地势 如果山中再有铁矿 那便五行俱全了 五行俱全了吗 许其安心想 嘴里问道 所以 能选中这种风水宝地 目中之人绝非凡俗 中理说 其实我挺好奇的 除树士之外 其他体系都不懂风水 那么 这墓是谁选的 许其安挠头 中理有问必答 除树士外 巫师略通风水 道门也懂一些 树士脱胎于巫师体系 巫师懂一点皮毛 倒是可以理解 道门也懂风水 许其安忍不住看向金莲道长 其他人同步看去 金莲道长摇头 地宗不学这种东西 天宗和仁宗 道士道士有所涉猎 准确地说 天宗是因为修行到高深境界 与天地同化 感应万物 因此自带这种能力 仁宗修行 夜火缠身 虚依附帝王 所以是主动研究风水这方面 不过没有树士精通 院长赵首和我说过 与气韵相关的事物有三种 儒家 树士 朝廷 仁宗修行也要依附帝王 可为什么不在此列 许其安心想 中理继续说道 此墓中或有一宝 但也伴随着大兄 他直勾勾地盯着南边 又向往又忌惮 许其安和天地会的几位成员 交换了个眼神 金莲道长摇头道 先找人吧 下墓以后再说 找到五号就回京城 就当没有这回事 恒远看了眼中里 汉首道 逝者已已 没必要再去打扰人家 楚元整表示很赞 而且我们准备也不充分 下墓之事从长记忆 大家的求生欲都好强 都是让人吸安的队友 没有是逼合是惊 真好 许其安欣慰极了 至于如何找人 众人商议了一番 决定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 许其安利用打耕人的身份 调动官府的官差 乡镇民兵搜索 二 金莲道长和楚元整 可以遇见物飞行 负责主城周围的镇子和村落 三 恒远大师在城中找江湖人士 示警百姓打听情况 五号是南疆人 外貌特征明显 长得可爱娇俏 只要见过 应该都会记得 金莲道长说道 长得可爱娇俏 许其安从荷包里掏出一把碎银 递给恒远大师 找人打听情况 最好的办法是银子 其次是拳头 恒远大师可以双管齐下 恒远接过银子 点点头 乡州的下辖八个州 十六个郡县 乡城市主城 有人口五十万余 虽无法与京城想必 但也算一等一的大城 天刚亮 许其安便带着中理进了城 街上除了谋生的摊位 以及早起赶工的手艺人 普通百姓还没下床 倒是青楼和勾兰这些娱乐场所 早早地就开门了 嫖客们打着哈欠出来 在微冷的尘封中打了哆嗦 各自散去 不知道乡城的勾兰和京城比起来如何 这小曲好不好听 女子水灵不水灵 许其安逮着路人问了府衙方向 狼心如铁地把青楼和勾兰抛在身后 进了府衙 凭借银罗的腰牌 见到了湘州知府 知府姓李 大富贤贤的中年人一个 客客气气地接待许其安 许其安喝着茶 道 本官要找一个来自南疆的女子 很年轻 貌美如花 外貌特征很容易辨认 希望李知府发动人手去搜寻 一有消息 就在城门口发布公告 本官看到后 自然就会寻来 李知府汉手 许大人放心 本官一定照办 许其安这才满意地喝一口茶 继续问道 湘城地界 近来有发生什么异常 或者 有古怪人物在附近战斗 李知府想了想 摇头道 没有 等许其安走后 李知府喊来同知 将事情转述于他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虽说南疆人士外貌特征明显 但乡城那么大 如何找啊 同知一听 是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有心推托 李知府白白手 京城来的银罗 不能拒绝 你就敷衍一下变城 说完 他忽然眉头一皱 道 银罗许其安 总觉得这个名字和称呼 颇为耳熟 你去把昨日朝廷发来的底报取来 昨日 府衙收到一份朝廷发过来的底报 说是四天剑与西域佛门斗法大圣 吩咐各州各府将此事张贴出去 广而告知 底报送来后 李知府定睛一看 凝视着一行字 久久不语 银罗许其安带四天剑斗法 真是这尊大神来了呀 李知府看向同志 沉声道 这件事 你立刻去办 务必要尽心尽力 他指头点了点底报 刚才离开那位银罗 就是底报上的大人物 下官一定竭尽全力 同志连连点头 日头见高 许其安带着中理 在城里转了几圈 专挑一些江湖人士打停 但一无所获 按理说 如果五号真的遭遇了地宗的妖道 他恐怕凶多吉少 或者被抓住了 金莲道长带我们来寻人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除非他认为 五号能在地宗妖道手中逃脱 这才带我们过来 寻着蛛丝马迹找五号 这样的话 乡城地界内 必定留下战斗痕迹 而根据我在府衙打探到的情况 如果有人目睹过那般激烈的战斗 早就曝光了 府衙不可能不知道 当然 不排除李治福隐瞒不报的可能 可我在城中打探了许久 并没有听说奇闻异事 要知道 百姓的嘴是信息传播最快的渠道 果然还是勾兰听取去吧 心里想着 许其安便带中理进了勾兰 打探了大半天 饥渴难耐 我们进去休息片刻 喝点水吃些东西 许其安这般解释 中理犹豫一下 顺从地跟了进去 客观里边请 勾篮里的轻衣小丝 热情地迎上来 引着许其安和中理往大堂走 挑二楼上好的雅间 准备韭菜瓜果 许其安屈指弹出一粒碎银 语气熟练的就仿佛来到熟悉的会所 对妈妈桑说 老包间 让二号和五号过来 晚上我带他俩出台 轻衣小丝打量了中理几眼 露出暧昧笑容 那客观楼上请 一般来说 像这样带着女人进勾兰的 都是纯粹的听取看戏 但也有例外的 就是喜欢把外头的女人 带来勾兰玩 这种女人大多来路不正 不好带回家里 才选择了勾兰 这位客观看着俊俏非凡 没想到喜欢这种不修蝙蝠的女子 轻衣小丝心里嘀咕 腿脚却很利索 领着许其安上二楼 推开一间雅士 你们要找的是谁 中理一边吃菜 一边小声询问 是一个隐秘组织里的成员 那个组织是地宗的金莲道长创建的 许其安并不怕工具人 把自己的隐私透露出去 中理小口小口地咀嚼 许其安依旧看不到他的脸 只能看见吃东西时 露出红润的小嘴 唇形还挺漂亮 他的原神是残缺的 中理突然说 什么意思 许其安一愣 中理没有回答 而是说道 与你在教方司的相好一样 原神与肉身并不契合 沉默了很久 许其安点点头 以正常的语气嗷了一声 你们手里的那件法宝是帝书 中理又问 许其安点头 帝书是远古至宝 据说可以追溯远古人皇时代 是一件得天地造化的法宝 但后来碎了 中理说 怎么碎的 许其安来了兴趣 我听监政老师说过 他猜测 嗯 应该是道尊打碎的 中理抿了一口酒 解释道 四天剑有一本法宝图录 专门收录了九州的法宝信息 是监政老师亲手修的 这件法宝很重要 关乎金莲道长清理门户的计划 如果落入地宗妖道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 毕竟谁也没把握 从一位二品道手手中 抢夺地书碎片 道长肯定急爆了 但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 许其安安安心想 脚下踩着纸鹤 金莲道长脸色沉重地掠过下方大地 许其安猜得没错 他确实有些着急 五号不回传书时 他已经有不好的预感 等到地书碎片失去联系 金莲道长便知出问题了 谁能料到五号运气竟如此糟糕 他修为不弱的 纵使遇到地宗的妖道 打不过也能逃 有了子莲的教训 地宗妖道必定不会像之前那样 持着地书碎片挨个寻找持有者们 很可能会一直血藏在地宗 碎片无法挤起的话 他的大计便失败了一半 现在只能祈祷五号 没有落入地宗之手 这样还可以把小丫头救下来 至于地书碎片 时也命也 金莲道长内心常叹 露出苦涩笑容 另一边 楚元枕踏着飞剑滑行 速度极快 以他的目力 只要扫过一眼 哪里发生过战斗 就能一清二楚地看见 如果地书碎片找不回来 那么好不容易恢复 正常传输的天地会 又得静静折服 不敢出声了 这样既不利于彼此交换情报 也会让产生一定感情的成员 慢慢疏离 最重要的是 金莲道长的计划很难成功 而我们答应过帮他清理门户 变相地提高了风险 这时 地书碎片的持有者们 同时激动 二 我打算去一趟江州 调查一个案子 然后再去京城 沿途产间除恶 嗯 天人之争延期几日吧 电视过后 我会来京的 电视过后 那就是二十天以后 不算太晚 楚元枕其实心里隐约有个猜测 李妙真要突破了 所以才一拖再拖 这说明 他对天人之争 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对我而言是好事 可如果他顺利突破四品 那必定是生死之争 无法避免 六 五号出事了 他在乡州消失不见 金莲道长失去了地书碎片之间的感应 极有可能被地宗的妖道抓走了 静默了十几秒 二号的传书过来了 大段大段的 确定是被地宗妖道抓走了吗 乡州是吧 金莲道长也在乡州 我立刻过来 一起寻找五号 他失踪好些天了 金莲道长有找到线索吗 这姑娘怎么那么倒霉 南疆古族的长辈 脑子怎么长的 一个设事不深的丫头远赴他国 竟然不派人保护 满足就是满足 二号老妈子似的喋喋不休 任谁都听出了他的急切 一 如果是在乡州遭遇了地宗妖道 那么势必发生战斗 寻找当地官府帮忙吧 这时 金莲道长传书了 二号 你不必过来 没有意义 四号和六号也在乡州 几秒后 金莲道长又一次传书 进人事 听天命 任谁都能从自理行间 看出道长的无奈 一时间 天地会众人心里沉甸甸的 既有法宝落入妖道手中的担忧 也为五号生命安全忧心 咦 道长居然没提我 看来猫到这个身份 确实让他很忌惮 就说嘛 人不能又怪癖 有了怪癖还让人知道 那就是活生生的把柄 许七安嘿嘿一笑 接着他看向中理 吃饱了吗 嗯 中理乖巧地点头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许七安悬疾开口 我建议你 藏好大胆的想法 中理警惕道 几分钟后 战战兢兢的思天剑武师姐 被许七安拉到大街上 你随便指一条明路 用你预言师的能力 我觉得或许能让我们找到线索 按照我的经验 即使有了线索 最终也会让事情 走向更糟糕的结局 中理提醒道 阳光洒在他身上 秀发闪烁着七彩的光 他其实挺干净的 就是不修蝙蝠 让人错以为是脏丫头 可是你别忘了 我是有大气韵的人 能抵消你的部分厄运 中理被他说服了 本身就是乖巧的女子 缺乏一些主见 他低下头 瞳孔里凸显出 清光凝固的古怪纹路 几秒后 略显空洞的声音传来 往南走三里 会有我们想要的线索 青色衣衫 男人 惶恐不安 说完 他虚弱地跌坐在地 预言师每日只能预测一次 而后厄运会升级成天前 若没有大气韵 或特殊法针庇佑 我活不过两个时辰 预言师本身就厄运缠身 泄露天机后 就直接遭天遣了 联系坚政的做事风格 感觉这个术士这个体系 简直是天生的阴谋家 暗中布局的老银币 许其安心里吐槽的同时 悲起钟力 我带你走 小姐姐还挺有料的 后背传来的触感 以及风 满柔软的手感 让他心里补充了一句 三里路走到不太平 许其安遭遇了一次 当街纵马的冲撞 两次马车突然的失控 以及一位江湖人士 把钟力错任成 自己跟野男人私奔的妻子 寒怒下杀手 三里路怎么走出了 西天取经的感觉 我的天 这女人有毒吧 许其安心里吐槽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钟力说 都小意思了 我许其安什么大风大浪 没见过 绝对没有怪你 许其安说 我 我会忘记数的 他小声道 许其安假装没听见 环顾四周 看见路边有一位 穿青色衣衫的男子 他盘膝而坐 身前放着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 江湖旧疾 诚意要求 七品以上高手相助 重金回报 非诚勿扰 这浓浓的既视感 是怎么回事 许其安靠拢过去 盯着青衣男子看了片刻 道 兄台 遇到什么麻烦啊 青山男子面沉似水 看他一眼 没搭理 指了纸木牌 许其安刚想说话 呼听身后传来一声 利贺 狗贼 你杀我全家 我今日要你血债血偿 回头看去 是一名魁梧的江湖客 手持一把钢刀 怒气冲冲地奔了过来 喝 钢刀劈砍而来 青山男子脸色一变 喊道 小心 起料许其安躲都不躲 任由钢刀砍在头上 钉得锐响中 钢刀卷刃 青山男子瞪大了眼睛 颤声道 六 六品 满目凶光的江湖客也惊醒过来 发现自己认错了 砍了一个六品的铜皮铁骨 吓得脸色发白 连忙跪地磕头 大侠饶命 大侠饶命 小得认错人了 小得有眼不识泰山 滚犊子 许其安一脚把他踢飞 然后看着青山男子 我这点微末伎俩 够不够帮忙 够够够 青山男子狂喜 满脸激动 请大侠帮忙救人 报仇好说 报仇好说 他怀疑自己在做梦 竟能遇到一位六品的舞者 天上掉馅饼 也不过如此 大侠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青山男子说着 换个地方 就会遇到别的麻烦 还是待在原地吧 许其安突然明白 钟离为什么不从坑里爬出来了 遇到情况不明的危机 留在原地等待救援 是最好的选择 真是熟练地让人心疼啊 行 行吧 青山男子也只能照做 咳嗽一声 压低嗓音 在下叫前友 是后土帮的舵主 好名字 许其安疑惑到 后土帮 青山男子 有些不太好意思地解释道 我们的活迹 是挖掘一些古代遗迹 墓穴 让里面的物件重见天日 哦 盗墓贼 不对 摸金笑味 许其安恍然大悟 前友紧盯着许其安观察 见他没有反感后 继续道 大概在去年的年尾 我们帮的客卿发现 乡城外有一片风水宝地 底下极有可能藏着大墓 挖掘之后 发现果然如此 但我们的富帮主说 墓穴里污秽之气甚是恐怖 怕有邪恶 光是我们后土帮搞不定 等等 许其安喊停 盯着他 质问道 你们富帮主 如何得知墓穴污秽之气 甚是恐怖 前友骄傲地挺了挺胸膛 我们后土帮的 这位富帮主是术士 江湖上罕见的术士 术士 许其安愕然地看向钟理 他的脸藏在乱糟糟的头发里 看不见表情 许其安恍然间想起以前 在天地会内部询问过 术士体系虽只有六百年的时间 但六百年只是对比其他体系 显得短暂 整个大缝的国运 目前也就六百年而已 除了四天剑之外 九州是有野生术士存在的 什么品级呀 许其安问道 七品风水师 前友回答 果然 对野生术士而言 七品差不多到极限了 六品炼金术师 需要依附王朝 得到百姓的好评反馈 这是普通术士 很难具备的条件 许其安汉手 你继续说 我们准备了足足三个月 四处招揽高手 准备工具 其中包括制刚制阳的物品 克制墓穴内的阴晦之气 直到近期才准备妥当 待人下墓 结果 前游有些慢慢苍白 眼里浮现焦虑和担忧 结果帮主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我知道他们必然出现了意外 奈何本领低威 无能为力 只能继续招揽高手 援救他们 那座墓看起来大凶啊 能让这群专业人士 阴沟里翻船 嗯 官府通常是不会管这些破事的 甚至还会把他抓起来 因此才在这里摆摊 求助等等 许其安心里一动 连声问道 你刚才说招揽高手 嗯 有没有招揽到一位南疆的姑娘 修为很不错的样子 前有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大侠怎么知道 确实有一位南疆来的姑娘 力大无穷 从南疆千里迢迢而来 缺了盘缠 饿了三天三夜 帮主请他大吃一顿 承诺带他去京城 路上管吃管住 他便答应夏木帮我们 原来如此 难怪中理的预言指向这位老哥 原来五号不是被抓走了 是夏木倒斗出了意外 可为什么地书碎片会被屏蔽 为了一口饭和一点盘缠 这个傻妞竟然就跟着夏木了 这就是所谓的 受人永不为奴 除非包吃包住 许其安满脑子都是曹 见他久久不语 钱友盲说道 墓中有大宝贝 只要大侠肯帮忙 不但可以得到墓中宝贝 我们厚土帮还会重金打谢 许其安看了他一眼 既然走投无路 其实报官更稳妥 报官的话 小人第一个被抓 官差也不会急匆匆地去救人 并不稳妥 前友连连摇头 这个任务我接了 许其安汉首 半个时辰后 钱友随着这位六品的强大武夫出了城 去的并不是南边山脉 而是北边 钱友几次提醒走错方向 他也不理 只是淡淡解释说 找几个朋友相助 一路上 钱友从信心满满 到战战兢兢 原因是 这位六品高手实在太倒霉了 一会儿被马车冲撞 一会儿被人误认为仇人 一会儿被官差误认为江阳大盗 通缉要犯 好几次 差点波及到自己 这不会是天煞孤星吧 这种人 下目真的没问题吗 不会人没救成 反而连累到帮主他们吧 一念及此 钱友心声退役 你到远处等待 尽量远歇 捂住耳朵 许其安吩咐道 好 钱友应了一声 闪身进入林子 然后头也不悔地离开了 这人虽然实力强大 但他实在太倒霉了 倒霉得连我都看出问题来 回城之后 换个地方摆摊吧 帮主你们一定要撑住 我一定想办法找来救兵 钱友心情沉重 突然 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咆哮 滚滚音波震得密林抖动 他眼前一黑 气血翻涌 耳鸣震震 立刻捂住耳朵蹲下 过了好几分钟 他才缓过进来 拍了拍疼痛的耳朵 怎么回事 钱友悍然心想 这时 听力尚未恢复的他 隐约听见尖锐的呼啸声 忍不住抬头看去 一道见光破空而来 健身站着一位青山男子 另一个方向 一只只喝振翅而来 赫身盘坐一位老道士 而他们 很有目的性地 吵倒霉的六品高手汇聚 神 神仙帮手 钱友难难道 他没想到路边偶遇的高手 不但自身是六品 竟还有能飞天遁地的朋友 简直是捡到宝了 有这几位高手相助 何愁就不了帮主 和兄弟们 回去 得回去 立刻回去 抱住这根大腿 打死不放 这个念头 在心里无比坚定 地书碎片不能用 不然会暴露我身份 还好嗓门比较大 通讯全靠吼 许七安望着急速赶来的 金莲道长和楚元枕 说道 恒远大师还在城里 道长 你通知他一下 金莲道长从 纸喝被月下 边取出地书碎片 边急切问道 你是不是发现什么线索了 楚元枕看着许七安 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许七安沉吟道 好消息是 我知道您那位小友身在何处 他不是被帝宗的妖道抓住 而是遇到了其他麻烦 什么麻烦 金莲道长连声追问 这时候 恒远大师赶来了 他在城中听见了隐约的狮子吼 知道可能是许七安在联络众人 碍于城中百姓众人 不方便展示速度 耐着性子出城 才发力狂奔 得知许七安有了五号的线索 恒远双手合十 庆幸地念诵佛号 而后期待地看着许七安 他还在乡城地界 并没有遭遇地宗妖道 许七安指着南边 沉声道 他下目了 下目了 这个答案 尾时超出了三人的预料 愣了半天 许七安遥遥看见前游返回 脸色兴奋 脸滚带爬 笑道 正好 道长可以亲自盘问 一番询问后 金莲道长三人再无疑惑 接受了五号下目的事实 道长 如果五号在墓中 那么地书碎片被屏蔽 是怎么回事 楚原枕皱眉 除了地宗密法 能封印地书碎片 其他手段也可以 只是比较苛刻 金莲道长目光难跳 眯着眼 墓中必有大阵 屏蔽了地书碎片 让他无法接受到我们的传书 原来是没信号了 许七安心说 随后 他捕捉到了一个细节 墓中有大阵 而众所周知 四天剑是专业玩阵法的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下去吧 金莲道长迫不及待 不行 许七安摇头 我刚才还说过 有一个坏消息 三人顿时直勾勾地看着他 迎着他们的目光 许七安脸色严肃 钟离为了寻找线索 使用了预言的能力 而今处在遭天遣的状态 三人又直勾勾地看着钟离 略显沉默的气氛中 金莲道长缓缓道 既然知道了五号的下落 那 那也不及一时 平道觉得 咱们不妨稍作休整 明日再下目 恒远大师双手和时 贫僧也是这般认为的 楚元枕汉手 善 大善 大家的求生欲都好强 都是让人心安的队友 没有是逼合是惊 真好 许七安欣慰极了 而后 他愣了愣 心说这句话如此熟悉 好像刚刚说过似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